你知道哪里能够看到照入中国的第一缕阳光吗? 就在那里 没错,就是中国的冬极福远 我们在新疆喀什感受过晚上11点的落日 据说夏天在冬极福远能够看到清晨3点钟的日出 虽然不是夏天,但我们一定要去看看 嗨,我们现在已经在鹤岗了 现在天黑得特别早 因为我们在中国非常东边的地方了 现在才晚上6点多一点点 天已经很黑很黑了 虽然现在我们在鹤岗 但是呢,刚刚我们做了个决定 打算还是继续在赶400公里的路前往福远 因为那个有个大计划 什么计划 我们打算到福远去看看日出 我查了一下天气预报 后天就下雨了 要看日出的话就只能明天 所以我就说 哎呀,干脆跑跑高速直接奔着福远去吧 现在已经是晚上的凌晨的12点35分 我们进入到了中国的最东端 看看我们福远的酒店吧 米小亚,反正你必须给我起来 你要是没起来你就给我等着 今天的日出时间是4点45分 然后从我们这边到达冬极广场是38公里 我的个妈呀,这么远 我三点半出发比较靠谱 米小亚 三点半就已经1点40了 你就随便躺一躺吧 你打两个小时呼噜吧 允许你睡觉 睡觉睡觉 睡觉睡觉 这是睡着我旁边的兄弟 我们分床睡 哎呀,我现在天天都尝试 标间便宜呀 不是,我觉得你是故意的 看,现在的时间 三点半 米小亚,起床了 起床了 快点,起床了 哎,这些烦个声不理我了 起来了 我们出门了 看看,现在3点47分 走 走了 哎呀 天天有点疯了 赶紧走 需要35分钟 现在这个时间 你的外面的街景跟晚上差不多 看到远处了吗 远处看到有一缕红光吗 远处的霞光越来越亮了 太阳一亮马上就要升起来了 这里好多车哦 大家都是来看日出的 哇 我们要去迎接中国的第一缕阳光了 对呀 好兴奋啊 我的天哪 好漂亮 哇 这里好多人都在等日出啊 看 都是加了三脚架在台 这个亭子上还有人 这就是东西广场的 现在的时间是凌晨的4点35分 看有多亮了 但是太阳还没有升起来 按照预告是说 4点45分的时候 42分还是45分的时候 太阳会升起来 我起来呀 冷死了 东东冷不冷 东东你起不起来呀 出来了 好亮啊 哇 好快呀 我在中国东极浮远 海拔40米 好 终于看完了 看到日出了 兴奋啊 太值得了 谢谢你今天叫我起床 好大的脾气嘞 值得 看看现在我们看完完完 时间是多少了现在 哇 现在才5点46 5点46啊 5点50 这感觉跟我们那边 至少是七八点钟的天一样了 阳光已经好高了 太阳已经好高了 阳光 这么亮了 我天哪 如果是在夏至的日子的话 据说这边2点多钟 这个就能够看到光了 看我们国家图园 真的是辽阔 对 现在在新疆肯定是屋起门黑的 是的 好了 我们现在在回程的路上了 对 6点钟不到 我们就要去吃早饭去了 好多久 就没有4点多起个床了 什么4点多 3点多起床 3点多起床 对 3点多起床 但我觉得早起好舒服 好精神 好精神 对 脑子现在好清晰 是的